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食为天,胃为先 胃好,人长寿 胃不好,直接影响生活质量 想要胃口好,吃麻麻香 一定要有一个好胃还是关键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滋补脾胃,养肝肾,补气血的食料汤 黄豆属于一种成年的豆类食物 主要含有大豆蛋白、矿物质、膳食纤维 同时含有大豆、一黄筒 能够起到粗菌、消化、降糖、降脂 预防癌症的作用 所以黄豆具有健脾的作用 黄豆的优势蛋白营养成分比较齐全 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 含赖胺酸较高 能够弥补两种赖胺酸的不足 既可以当做蔬菜又可以当做粮食 冬天、夏天吃大豆特别的有益 中医认为大豆胃干 有和胃调中健脾一气的功效 多是大豆对脾胃很好的 准备一小把黄豆 再来一点叶麦仁增加口感 糯米 小米 小米富含非常丰富的铁质 符合维他命B、钙质、钾、维生素、淀粉 多吃小米能够补充铁元素 有利于补血 保护发质 还可以滋润皮肤 小米具有很好的补脾胃 补肾 养心安身 美容等功效 加入水 用手抓捏抓捏 我们把所有的食材洗干净 淘气两遍就可以了 洗好空水捞出来 淘气好放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块南瓜 去掉外皮 南瓜的口感非常的好 香甜又软糯 又好吃又有营养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南瓜 无论是煲汤 炒着吃都很好吃的 南瓜对半切开 南瓜 先是薄厚均匀的片 南瓜中含有特别丰富的 鲜 鲜能参与人体内的核酸 蛋白质的合成 是身上腺皮质激素的固有成分 也是促进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物质 南瓜所含的甘露醇有利于通便的作用 能够使体内的毒素随尿液排出体外 南瓜并且含有果胶 最有吸附性 能保护胃粘膜避免受损伤 所刺激 促进胆质分泌 加上肠胃蠕动 南瓜片切好放入盘中 山药是一种最有很高营养价值的 药食通源的食物 山药能够改善体质 健脾 异味 滋胜 异精等功效 山药能够促进内分泌的激素合成 增强皮肤表皮细胞线代谢及保湿的功能 改善体质 山药有利于增强脾胃消化的功能 是一味贫补脾胃的药食良用之品 山药能够强筋健体 姿势一惊 特别是老人小朋友们 平时一定要多吃山药 对身体脾胃特别的友好 山药不光营养高 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 准备一根铁棍山药 用刮皮刀刮去外皮 铁棍山药营养价带着会更高 口感会更好的 半根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 戴上手套操作 不然话真的是太痒了 气氧无比 很难受的 山药切成小段 山药小块加进来 准备好的所有食材 倒入酷皮肌里面 加入水 多来一点 我们按米红模式开了 搅打就可以了 打好倒入碗中就可以直接喝了 非常的细腻 营养好喝又美味的洋味粥又做好了 特别的细腻 喝起来口感微微的甜 五谷的香味很浓郁的 非常的好喝 这样的粥我们可以经常的喝一喝 对身体非常的不错 又滋补又营养又美味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用到食材真的是很多种 营养均衡 口感多层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帮我点赞 关注 连转发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